真是人靠衣装佛靠金装,自从老婆去洗浴中心上班后,越来越会打扮了,上衣是蕾似吊带,下面包臀小短裙,裙摆刚刚盖住臀部,再配上巴黎世家的黑丝,整个身材被勾勒成完美的S型,望着正在刷碗的老婆,我忍不住冲动抱了上去,正好完美地和她的丰满气合在一起,身体瞬间有了反应。 老婆,等会再刷,我等不及了,李莉突然正开,眉头紧锁地说道,我来大姨妈了,你难道想浴血奋战啊?你大姨妈不是刚走不到半个月吗?我下意识问道,李莉白了我一眼说道,紊乱了,我满脸兴兴地回道,那我再等几天吧。 我和我老婆李莉是一个镇上的,两年前从川省来到东莞打工,都说这里工资高,可是这里消费也高,为了能攒下钱,我们俩省吃俭用,在城中村租了一个不到二十平的小房子,赤和拉撒全部挤在一起,整座大楼原来不是这样的格局, 但房东为了多赚钱,用三合板打成了一个个格段,说是房间,其实作用仅限于不走光而已,隔壁放个屁都能听到,更不用说一到夜晚,整座楼里都是让人感到面红耳赤,哼哼唧唧的声音。 李莉原来和我在同一个厂里打工的,后来一个老乡和她说,不如去洗浴中心上班,每个月至少七八千收入,遇到大款客人,还能给几百小费,一开始我是不同意的,总认为去那里上班的女人都是做不正经生意的, 但是那个老乡派着胸脯,保证就是做正规足了,一想到能快点赚钱,回老家盖房子,我还是答应了。 李莉自从去洗浴中心上班后,工资适成几何倍数激增,上个月竟然发了两万多,而且老板出差,还经常带她出去,好像要提升她为总经理助理。 虽然李莉学历不高,但却有着魔鬼的身材和天使般的容颜,当年也是校花级别的人物,对此我也没有多想,只是吩咐她不要被老板赚便宜了,如果她敢欺负,你就立即报警,李莉瞪着我说道,你怎么那么龌龊呢,老板年龄比我爸都大呢。 一个月后,李莉成功晋升为总经理助理,老板说明天就带她出差,为了公司的面子,帮她买了一身香奈儿连衣裙,望着打扮犹如模特般的老婆,我忍不住咽了口唾沫,双手搂住她迎迎一卧的小蛮腰,小声问道,大姨妈走远了吗? 李莉一把推开我说道,大姨妈是走了,可是最近白带增多,而且有意味,我怀疑有妇科病了,过段时间看看再说。 说完她就自己脱衣上床,蒙头大睡,而此时隔壁两口子,却不合时宜地开始哼哼唧唧,啊,老公你好厉害,在哪学了这么多新姿势,休死了? 老婆不在家,我第二天晚上炒了几个小菜,喊上同在东莞打工的高中司党陈昊前来喝酒,陈昊晚上拎了一堆补品过来,耗子,来就来吧,还买这么多东西干啥,咱俩还用客气吗? 我不满地说道,陈昊哈哈大笑道,想啥呢,这可不是给你买的,是给嫂子买的,对了,茶没茶是男孩还是女孩? 我满脸无奈地回道,我们还没领证呢,现在生活条件也不行,暂时还没有孩子的打算呢,陈昊满脸质疑地说道,不对啊,我今天去医院正好看到嫂子去妇产科,我心里突然咯噔一下,李莉不是和老板出差了吗? 再说,她去妇产科干啥,难道是看妇科病,那也应该去妇科和产科没一点关系啊,于是下意识地问道,耗子,你在哪家医院看到的,确定是你嫂子吗? 陈昊笑嘻嘻地回道,人民医院啊,看你说的,我还能不认识嫂子吗? 当年要不是你下手早,嫂子现在就应该是你弟妹了。 我没有和陈昊接着闲聊这些没有任何营养的话题,匆匆吃完后,立即坐二路公交车,前往人民医院查个究竟。 到了医院,我立即马不停脸地往妇产科跑去,坐诊的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夫,我上气不接下气地问道,阿姨您好,我是李莉的老公,请问她得了什么病呢? 老太太不耐烦地说道,这里每天都有很多患者,我哪知道哪个是你老婆。 我老婆今天上午九点半左右来的,身高一米七五,二十一岁,偏瘦。 说完,我立即祈祷老太太说不认识没见过这好人。 可岳省人平均身高太矮了,李莉网那一站就是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线,老太太立即说道, 哦,想起来了,那个像模特一样的高个大美女,你是她老公。 我点了点头,老太太接着满脸愤怒地说道,不是我说你,你们年轻人也太不爱惜自己了,一盒安全套也才二三十而已, 要知道套的作用不仅仅是避孕,还能预防各种疾病,你老婆因为流产次数过多,子宫内膜非常薄,以后怀孕基本不可能了。 我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 我和李莉虽然在一起好几年了,但一直采取避孕措施,压根就没怀过孕,又哪来的流产之说,于是怀着最后一丝期待问道, 大夫,你会不会记错人了?老太太怒视着我说道,春省是的吗?你不会是想不认账吧? 告诉你,你要是今后对不起人家姑娘,没等老太太骂完,我就夺门而出,此刻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 偌大的城市,局目无亲,车水马龙,你红闪烁,我感觉自己就是个多余人,还他妈的奋斗个锤子啊。 此刻我甚至想买一瓶百草枯,自我了结,可转念一想,我不能轻易放过那对狗男女,可是我的对手就像是一团空气,就连打拳头该挥像谁,我都不知道, 更何况李莉现在身在何方,我也不清楚。 思索片刻我拿起电话,打给省星针对的高中同学陈伟,陈伟接到电话后,第一句竟然是, 陈斌,你小子咋会想起我呢?告诉你,咱俩还是半个情敌呢?别看你现在和李莉在一起了,只要你俩没结婚,我就有机会,哪怕你俩结婚了, 我也等你俩离婚,我无奈地笑了笑说道,你现在就可以追他,不过等我先把话说完, 陈伟沉默片刻叹了口气说道,哥刚才和你开玩笑的,别往心里去,咱俩可是没出五福的兄弟, 我一定会帮你讨回公道,这样你先打个电话给李莉,我根据信号追踪下位置, 然后正好明天我要出差去东莞,本来还想给你俩个惊喜呢。 和陈伟通话后,我立即拨打李莉的电话,喂,老婆你在哪儿呢? 一定要劳逸结合,不要太辛苦了,老公想你了。 李莉像是很难受很压抑一样回道,啊呀,老公啊,你怎么想起打电话给我呢? 啊,请点,接着是一段撞击生意,老公,不和你聊了啊,我正在养生馆做按摩呢。 说完李莉就匆匆挂断,不大一会功夫,陈伟就打来电话, 我追踪到信号了,地址是东莞凯撒大酒店, 不过具体哪个房间我不知道,你先不要打草惊蛇, 等我过去,我的身份比较好查。 东莞本地出差需要一个礼拜,而且还需要住凯撒酒店, 此时我恨不得立即提根棍子去酒店抓这对肩夫淫妇, 可正如陈伟所说,像我这样的小屁民估计连门口保安纳关都过不去, 那可是五星级大酒店焦灼等了一天, 陈伟终于顺着我发的定位找到,望着拥挤杂乱的小房间, 陈伟皱着眉头说道,你是来接受劳动改造了, 我们川省现在也有很多外资企业,待遇比这里不差多少, 真搞不懂你。 我红着脸说道,这不听别人说这里赚钱多吗? 对了,你还没吃饭吧,我请你去楼下川菜店。 咱俩整两口,陈伟摇了摇头说道, 我刚吃完工作餐,现在岳省和我们川省联合执法, 想要把东广黄赌毒市场连根拔起,正好借机顺藤摸瓜, 我想李丽应该和卖淫集团有关,简单聊几句。 陈伟就立即带上我,一起驾车前往凯撒大酒店,到了酒店大堂, 一位穿着工作装的美女,立即露出职业微笑上前问道, 先生您好,请问两位是住店还是会客? 陈伟掏出证件和李丽的照片说道, 警察办案,该工作的工作,装作什么都没看见, 这个人住哪个房间? 服务员吓得面色惨白,结结巴巴地说道, 在在在,一百八十八客房。 陈伟白了他一眼说道,你怕什么? 又不是抓你,把你们经理叫来,不要告诉他我是警察。 服务员立即点了点头打电话, 不宜会功夫一个大富翩翩的中年男子, 骂骂咧咧地走来,谁这么能装逼, 还让老子下来亲自接见。 陈伟七八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 最恨别人说老子老子的, 当场就上前抡起巴掌,往经理脸上删去, 你他妈的你是谁老子呢? 警察办案,我怀疑你们酒店里有卖银嫖娼, 聚众赌博,还有吸毒的。 经理当场蒙圈,胆战心惊地站起来, 像是喀巴狗一样, 弯着腰从兜里掏出两根滑子递给我和陈伟, 陈伟淡淡地说道,行贿吗? 经理顿时满脑门黑线, 这辈子他可能第一次听说请人抽烟算行贿, 低声吓气地说道, 两位老板,哦,不,警察叔叔, 我们这里可是正规酒店,随便查。 陈伟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说道, 把188房间视频打开, 一般五星以及以上级别的酒店, 都会在每个房间隐蔽的地方安装摄像头, 但为了保护客人隐私, 平时是不会开的。 专门留给警察办案专用, 一般人都不知道这个, 经理听了之后, 立即招呼我和陈伟来到拐角处, 一间上锁的房间, 打开房间后立即打开188房间的视频, 188房间的一切顿时清晰无死角地展现在眼前, 只见李莉为着寸侣地跪在床上, 脖子上挂着铁链, 两腿之间插着一个带着电线的电子物件, 不时发出手机震动般的动静, 后面站着一位同样什么也没穿年过花甲的老头, 老头一手牵着铁链, 一手拿着皮鞭, 不时地往李莉的屁股上抽去, 每抽一下李莉, 就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 发出一阵痛苦而又兴奋的身影, 主人使劲抽, 你想怎么样都可以, 望着里面污秽的画面。 我目自欲裂, 恨不得立即上去把他俩活活打死。 陈伟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道, 别冲动, 你现在上去能起到什么作用? 卖银嫖娼最多拘留15天, 罚款2000, 我顿时冷静下来, 拘留15天, 这样的惩罚确实太轻了。 老头折腾半小时之后, 终于无力地趴在李莉的后背上, 接着拿出电话说道, 李总, 这个38号济湿表现确实不错, 虽然价格贵了点, 但物有所值, 我有个生意上的伙伴, 过几天过来, 送给他晚几天没问题吧。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哈哈大笑, 刘老板喜欢就好, 不过小丽可是我们洗浴中心的高端技师, 价格你懂的? 我忍不住抱了一句粗口, 妈的, 难怪这个贱货连生育能力都没有了, 竟然伺候这么多老头。 陈伟拍了拍我的肩膀, 拿出录好的优盘说道, 兄弟看开点, 天涯何处无芳草? 这就和癌症一样, 早发现早治疗, 脱久了还不知道给你戴多厚的绿帽子呢。 我满脸无奈地垫了点头, 大道理谁懂, 但这个是瘫到谁头上也无法坦然面对。 离开酒店后, 我和陈伟接着驱车前往李丽工作的天外天洗浴中心, 从外表上看, 这是一家正规的足疗洗浴, 我和陈伟两人花了二百块钱洗澡, 洗完之后到二楼大厅休息, 不大一会功夫走过来一位打扮妖娆的女子, 蹲下来说道, 先生您好, 请问需要按摩吗? 说吧半直起腰, 故意把胸前春光泄露出来, 陈伟随口问道, 都有什么项目, 怎么收费? 女子一听有戏, 立即眉目寒春地说道, 有泰式皇家按摩, 法式贵族按摩, 日式大和福子按摩, 价格从一千到一万都有。 听吧, 陈伟皱着眉头说道, 咋暗淡? 收费这么贵, 女子笑得花枝乱颤说道, 你想咋按就咋按, 只要付得起钱, 我们这里还有华夏古典皇帝式按摩呢, 一次可以同时品尝欧亚非三周加利呢。 陈伟故意露出一副猪歌像流着口水说道, 安全部。 女子左顾右盘, 一会贴在陈伟耳边小声说道, 我们老板每个月都往上面进贡几十万, 执法大队简直就是我们兄弟公司, 你说安全不安全。 陈伟点了点头说道, 那就好, 我也是听朋友介绍过来的, 听说你们这里三十八号济湿活挺好, 现在能点她的钟吗? 女子冷哼了一声说道, 不就是靠和老板玩点刺激的节目才出名的吗? 有啥了不起的, 她会的那些我也会。 偷偷关掉执法记录以后, 陈伟没有再和这名女子废话, 拉着我就走了出来, 此时街边夜市人声鼎沸, 正是大排档最火的时候, 两人选了一家大排档, 要了两箱啤酒, 开始边喝边聊, 陈伟咕咚一下, 喝掉一大杯啤酒, 擦了擦嘴说道, 兄弟, 一会找个代价的, 陪你多喝两杯解解愁, 你打算怎么处理? 我知道陈伟在给我时间处理, 要不他现在就可以回去结案, 带人来查封了, 点燃一根香烟, 我深深吸了一口说道, 我想让他身败名裂, 露宿街头。 陈伟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道, 好, 我帮你, 不过只有一个月时间, 因为上头就给我这么多时间来查。 接着小声和我说起了计划, 我思索片刻后, 叹了口气说道, 好吧, 就按你说的来, 接下来几天, 我辞掉了工作, 内心五味杂陈地待在家里等李莉, 一个礼拜后, 李莉提着普拉达小包, 穿着唐纳卡兰时装, 脖子上挂着脖巾项链, 装作风尘仆仆的模样回家, 一进家门就捏着鼻子, 毫不掩饰嫌弃的表情, 望着打扮如贵妇般的李莉, 我洋装笑脸说道, 老婆辛苦了, 我这就放热水给你洗澡, 都说小别胜心婚, 一会我去买点大餐来浪漫一下, 晚上一定好好亲热一番。 李莉一副不耐烦模样说道,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 我有妇科病? 对了, 大白天的你怎么不上班? 难道等着吃软饭呢? 哼, 妇科病莫不是性病吧, 在外面千人齐万人睡, 甚至连老头都有, 竟然这么快就看不上我了, 虽然心里万分厌恶, 但我依然装作一副好老公模样说道, 老婆, 我现在不用上班了, 一个朋友给我介绍了个生意, 投资一万三天后连本代里还三万, 投资三万到时候是返还七万。 李莉一副不可思议的模样望着我说道, 你不会是遇到传销或者电信诈骗了吧? 哪有天上掉线饼的好事, 又恰巧砸你脑袋上了? 我掏出手机, 打开微信余额说道, 你看, 你出差之前是三万, 现在都变成五万了。 李莉立即睁大眼睛问道, 是什么生意这么赚钱? 我立即按照陈伟交代那样回道, 拿旅游护照去日本买东西, 很多东西都是免税的, 很多有钱人专门雇人去买东西, 然后加点钱回收, 接着卖回国内, 像安耐晒, 自生堂, SKLL等名牌化妆品, 利润空间是相当大的, 我那个朋友一年赚好几千万, 他是看可怜, 才想帮我一把。 李莉仍然半信半疑说道, 我咋不知道你有这妖牛逼的同学呢? 以前和我们一个年级, 三班的王硕就是老是喜欢打架的那个。 我随口说道, 好像有点印象, 既然有这好事, 那你还不抓紧把这五万全投进去。 我笑嘻嘻地说道, 五万块钱也不是小数目, 我这不寻思, 等你回家商量吗? 李莉白了我一眼说道, 你知道有钱人和穷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 看我摇了摇头, 李莉接着说道, 是野心。 工厂里那些打螺丝的屌丝, 拿五千块钱一个月就满足了, 而那些富人绝对会想方设法让五千变成五万。 我一副恍然大悟模样答道, 老婆说得对, 是我目光短浅, 有小农思想, 这就把五万投进去。 吃惯鲍鱼龙虾, 怎能瞧得上馒头白菜, 从进屋到现在, 李莉对这里所有的一切包括我, 都充满了鄙视, 甚至连做都没做, 就这样两人什么也没说, 过了两分钟后, 李莉突然说道, 陈斌, 我今晚就不住这里了, 晚上还还有一个中层部门领导会议, 然后我要和老板接着出去考察新项目, 估计得个五六天吧, 你照顾自己, 实在不行就回老家吧, 反正你把工作也辞掉了。 毕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了, 她的一身行头也不止五万, 果然如陈伟所料, 李莉如今已经瞧不上我手里这点钱了, 又或者她早就想和我分开, 只是还没想好完美的借口, 没等我回复, 李莉就转身离去, 这个地方她是一分钟也不愿意多待了, 顺着窗户, 只见城中村路口停着一辆马沙拉地, 车上走下来, 一位五十多岁的秃顶老头, 老头满脸猥琐地走向李莉, 并伸出右手, 在她浑圆的臀部上掐了一把, 李莉则一副欲据还迎模样浪笑两声钻进车里, 丝毫没有发现我偷偷摸摸放在她包包底下的迷你窃听器。 李莉, 和那个废物说分手了吗? 没呢, 我总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你要是今天娶我, 我现在就过去把她给踹了。 老头甘笑了两声说道, 我倒是想啊, 可事儿女都大了, 再说我大小也是个名人, 现在离婚影响不好, 这样吧, 我给你租个别墅, 每个月给你五万零花钱。 李莉一阵撒娇借着说道, 才五万啊, 都不够买个包包的。 老头满脸淫荡地说道, 五万不少了, 来, 先帮我去去火, 一会再给你两万。 紧接着, 车里便传出一阵稀稀锁锁的脱衣服声音, 而车辆也跟着晃来晃去, 妈的, 竟然光天化日之下, 在大街上玩真够浪的。 骂了一句, 我立即打个电话给陈伟, 陈伟很快根据车牌号查到车主, 哈哈大笑道, 李莉还真是我的贵人啊, 这才几天就帮我钓出这么多大鱼。 说完又感觉不对, 干咳了两声说道, 对不起了兄弟, 我这纯粹是职业病, 没有想接你伤疤的意思。 我满脸无奈地回道, 我对他已经没有任何感情了, 有的只是恨意。 那就好, 我把钱给你转过去了, 戏份一定要做足啊。 就这样, 又过了三天, 我拿起电话打给李莉, 李莉一副不耐烦的模样说道, 又什么事啊? 不是跟你说了, 在陪老板考察项目吗? 考察床上项目吗? 见货。 我心里忍不住骂了一句, 但依然洋装笑脸说道, 老婆, 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上次投的五万, 返还了九万啊。 说完直接微信截图发给他看, 李莉愣了一下, 过了一回说道, 不错, 加油。 说完就挂掉电话, 胃口真大啊, 九万也瞧不上了, 就这样我不断把本金投入, 隔个三四天就告诉他我又赚了多少, 直到我说赚了一百零九万的时候, 他突然说道, 老公, 我想你了, 最近我工作太忙, 我们两口子都很长时间没有那个了, 现在我赚钱也多了, 今晚我们去临江大酒店开个房间浪漫一下, 很长时间没那个了, 估计他天天那个吧。 我装作一副受宠若惊模样回道, 好的老婆, 我这就去开房洗白白。 李莉经过一番精心打扮, 来到酒店房间, 接着迫不及待地脱光所有衣服, 朝我勾了勾手指说道, 来呀老公, 小别圣新婚哦。 不得不说老天是不公平的, 像李莉这样人尽可福的女人, 却偏偏有着盛世有物身段和美貌, 要是以前, 我一定立即扑上去, 可现在却提不起一丝兴趣, 尤其是望着她屁股上一道道痕迹, 更是充满了鄙视。 你屁股上怎么有那么多血痕, 像是被鞭子抽过一样。 我故意问道, 李莉毫不羞耻地回道, 这是美容院最新保养手法, 就和拔罐一样。 胸前也拔罐了, 这个罐子也太小了, 就和蜡烛低了一样, 美容师够有耐心的啊。 我装作什么不懂的样子, 接着说道, 李莉双腿岔开, 眉眼寒春地说道, 你哪那么多问题, 快来啊, 今晚我们不带小羽衣了, 彻底狂欢一次, 要是有了孩子, 就回去抓紧结婚, 反正我们现在都是百万富翁了。 孩子, 这辈子注定与她无缘了, 哎, 这么好的演技, 当年真应该去考个电影学院的。 我摇了摇头说道, 半小时前我还是百万富翁, 不过现在已经是富翁了, 开房前我还是刷的花呗。 李莉顿时冷着脸坐起来说道, 怎么了? 被骗了, 我早告诉你, 做人要实实在在, 不要老想着一夜暴富。 说完就拿起衣服穿上, 准备离开, 咋地了? 老婆, 我这刚热身完准备战斗呢, 你咋开始穿衣服了呢? 突然没心情了。 李莉不耐烦地答道, 我淡淡地回了一句, 那好, 改日吧, 我朋友说了, 这次投一百零九万, 最多三四天就能赚回三百万。 到时我们找个更豪华的酒店, 开个总统套房。 李莉像是穿具便脸一样, 突然冲过贴在我的身上笑着说道, 你坏死了, 吓唬人家, 还以为又要和你住城中村呢, 三百万够咱俩回老家买别墅了。 就这样又过了三天, 我再次打电话告诉李莉, 我手里已经有三百万了, 李莉二话不说, 不到半小时就冲到了城中村那个小房间, 接着开始洗菜做饭, 说是要好好犒劳我, 并主动要求要和我不醉不休, 而此时, 隔壁那两口子又开始哼哼唧唧地进行二人转, 李莉面色驼红地说道, 老公, 咱们也休息吧。 我点了点头说道, 我先去洗个澡。 等我洗完澡出来后, 李莉皱着眉头问道, 钱呢? 你不是说有三百万了吗? 手机余额怎么就五千块钱了? 我漫不经心地答道, 一部分既回老家了, 又借了一部分给同学, 为什么不接着投进去啊? 我叹了口气说道, 日本那边不接受散户投资了, 说公司要转型, 岂不就得一千万? 不过投资多回报也多, 听说投一千万一个月后就能翻倍, 可惜我们完不起。 说完我拿起酒瓶, 咕咚咕咚喝了几口。 装作喝醉模样, 躺在床上醉醺醺醺地说道, 三百万除了买房子, 再弄个小作坊, 虽然辛苦点, 但是一辈子衣食无忧, 应该没问题了, 明天咱俩就离开这里, 回老家结婚生娃去。 说完我就躺在床上开始打呼噜, 李莉一个人桌边坐了半小时, 看到我是真的睡着了, 捏手捏脚走到那个只能站一个人的简易洗澡间, 开始打电话, 干爹, 能借给我一百万不, 我陪你两年可以不? 新花样, 可以啊, 你想咋玩就咋玩。 刘总, 我这边有点急事, 我妈住院了, 能不能借给我一百万, 我一个月后还你, 什么? 陪黄总玩一个月, 那个家伙有点变态啊, 上次我差点被他玩死了, 好吧, 我答应你。 乔老板, 我怀了你的孩子了, 我就要一百万, 你要是不答应的话, 我就去你单位揭发你。 任总, 我看上了一套房子, 还差一百万, 能不能借我一个月? 嗯, 以后我们就不用去酒店了, 也不怕被别人看见, 放心好了, 我永远都是你一个人的小母狗。 这段时间一来, 我第一次睡得这么香, 早上起来看到餐桌上已经做好早餐和包蛋, 尖角, 牛奶, 李立记着围裙, 笑嘻嘻地说道, 老公起来了, 抓紧洗脸刷牙吃饭。 刹那间, 我甚至有点小感动, 可以想起李立和别人鬼混的那些不堪入目的画面, 那一丝丝的感动瞬间荡然无存, 老婆辛苦了。 我违心地说了一句, 对了, 老公, 我和你商量一件大事, 我考虑一夜认为, 我们应该抓住机会投资, 只要投一次, 我们这辈子都不用再辛苦了。 一边吃着尖角, 一边模糊不清地说道, 我也想啊, 可我没那么多本钱。 李立立即拿出手机说, 你看, 我问朋友借了一点, 加上这段时间工资, 还有花呗借呗, 一共凑了920万, 剩下80万你不能问家里要回来。 我忍住恶心, 亲了李立一口, 说道, 老婆你太厉害了, 放心好了, 一个月之后就是2000万了, 存在银行里光是利息也够我们花的了。 接着我洋装往家里打了个电话, 实则是打给陈伟, 两分钟后80万到账, 李立则毫不犹豫地给我转了920万, 吃完早饭, 我借口出去买菜, 就快速离开到外面打电话给陈伟, 一小时后, 城中村门口停满十几辆豪车, 每辆车上都走下一位穿金带银的胖娘们, 麻蛋, 乔志远也太没品位了, 竟然连这种地方的女人也搞。 咦, 那不是刘夫人吗? 你也是来抓狐狸的吗? 高太太也在, 真是太巧了, 这次我们一定把这个浪蹄子给揍死。 很快十几位胖娘们就拖着李立走了下来, 边走边骂边打, 你个小骚货真够贱的, 竟然勾引这么多男人。 胸前这两坨肥肉真够大的, 不会是假的吧? 使劲打, 看看不能不打爆了。 你个骚狐狸, 我老公昨晚给你转的一百万呢, 抓紧给我吐出来, 不然弄死你。 对, 弄死他, 大不了我们每人赔几十万, 什么大不了的事。 弄死他我们还得坐牢, 犯不着, 这样吧, 把他衣服脱光, 绑在电线杆上, 拿把小刀在他脸上刻上当副, 一帮胖娘们哪个不是身家几千万, 根本不怕惹事, 说干就干, 李立歇斯底里的哭喊, 你们不能这样, 是你们老公先勾引我的。 几个胖娘们才不听他解释呢, 很快就撕烂李立的衣服, 把他绑在电线杆上, 看到周围停的车辆, 没有一辆是低于一百万的, 围观人群没有一个赶上来劝架的, 全当豪门恩怨, 免费看个热闹, 不过他们也没闲着, 纷纷拿出手机拍摄, 上传到快手抖音等短视频平台, 老铁们速来围观特大新闻, 有限制及画面啊。 家人们, 我现在在皇后大街, 为大家直播爆炸性事件, 身后这位被我在烧而不移部位打伤马赛克的女子, 同时勾引这十几位阿姨的老公, 很快一阵警笛声传来, 众人这才一哄而散, 警察拿出一件长大衣, 丢给气不成声的李立, 李立边哭边道, 警察同志快抓住他们啊, 别让他们跑了。 一名女警拿出手铐冷冷地说道, 李立吧, 你涉嫌多次拒重卖饮, 戏赌, 赌博, 现在拘留你, 有什么话去和法官说吧。 李立最终被判处半年劳改, 不过在劳里, 她并不孤单寂寞, 因为当天晚上, 东莞就举行了大规模扫黄打黑, 她那些小姐妹很快一个一个全都去陪她了, 不过她们罪名不严重, 分别判处三个月到半年不等, 从事皮肉生意这么久, 她们早就赚得盆满钵满, 出来后回老家找个老实人嫁了, 立即开始新的人生, 不过能不能生孩子就未知了, 半年后, 李立走出监狱后, 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我, 老公, 我是被冤枉的, 你一定要相信我, 对了, 那两千万你都存好了吧, 我们这就回老家结婚生子, 从今往后会再也不来这个鬼地方了。 我淡淡地回道, 李立, 我们结束了, 那个公司是个诈骗公司, 别说两千万了, 两毛钱都没退回来。 说完我就把手机加密相册里存的那些不堪入目的视频发给她, 接着把手机扔在护城河里, 永别了东莞, 这辈子我应该不会再回到这里了, 第二天我刚回到家里, 打开电视新闻频道, 发现主播正在播放一条关于东莞的消息, 一名女子刚出监狱就被人打断四肢, 据说是因为欠下巨额欠款无力偿还, 现在正送往医院急救, 身份证信息是川省A市黄泥蛙村十一组的, 名字叫李立, 希望家人看到后抓紧前来。 网络的力量是强大的, 虽然李立被脱光暴打的视频很快在网上被删除, 但是依然传得沸沸扬扬。 尤其是李立的村里更是近人皆知, 半年来, 李立的亲人能不出门就不出门, 实在有事出门也是走小路, 尽量避开熟人, 此时让他们前去东莞, 那还不如杀了他们呢, 真是人靠衣装佛靠金装, 自从老婆去洗浴中心上班后, 越来越会打扮了, 上衣是蕾丝吊带, 下面包臀小短裙, 裙摆刚刚盖住臀部, 再配上巴黎世家的黑丝, 整个身材被勾勒成完美的S型, 望着正在刷碗的老婆, 我忍不住冲动抱了上去, 正好完美地和她的风满气合在一起, 身体瞬间有了反应, 老婆等会再刷, 我等不及了, 李立突然正开, 眉头紧锁地说道, 我来大姨妈了, 你难道想浴血奋战啊, 你大姨妈不是刚走不到半个月吗? 我下意识问道, 李立白了我一眼说道, 紊乱了, 我满脸兴兴地回道, 那我再等几天吧, 我和我老婆李立是一个镇上的, 两年前从川省来到东莞打工, 都说这里工资高, 可是这里消费也高, 为了能攒下钱, 我们俩省吃俭用, 在城中村租了一个不到二十平的小房子, 赤和拉撒, 全部挤在一起。 整座大楼原来不是这样的格局, 但房东为了多赚钱, 用三合板打成了一个个隔断, 说是房间, 其实作用仅限于不走光而已, 隔壁放个屁都能听到, 更不用说一到夜晚, 整座楼里都是让人感到面红耳赤, 哼哼唧唧的声音, 李立原来和我在同一个厂里打工的, 后来一个老乡和他说, 不如去洗浴中心上班, 每个月至少七八千收入, 遇到大款客人, 还能给几百小费, 一开始我是不同意的, 总认为去那里上班的女人都是做不正经生意的, 但是那个老乡派着胸脯保证就是做正规足了, 一想到能快点赚钱回老家盖房子, 我还是答应了, 李立自从去洗浴中心上班后, 工资市成几何倍数激增, 上个月竟然发了两万多, 而且老板出差还经常带她出去, 好像要提升她为总经理助理, 虽然李立学历不高, 但却有着魔鬼的身材和天使般的容颜, 当年也是校花级别的人物, 对此我也没有多想, 只是吩咐她不要被老板赚便宜了, 如果她敢欺负, 你就立即报警, 李立瞪着我说道, 你怎么那么龌龊呢, 老板年龄比我爸都大呢。 一个月后, 李立成功晋升为总经理助理, 老板说明天就带她出差, 为了公司的面子, 帮她买了一身香腊连衣裙, 望着打扮犹如模特般的老婆, 我忍不住咽了口唾沫。 双手搂住她迎迎一卧的小蛮腰, 小声问道, 大姨妈走远了吗? 李立一把推开我说道, 大姨妈是走了, 可是最近白带增多, 而且有意味, 我怀疑有妇科病了, 过段时间看看再说。 说完她就自己脱衣上床, 蒙头大睡, 而此时隔壁两口子, 却不合时宜地开始哼哼唧唧, 啊, 老公你好厉害, 在哪学了这么多新姿势, 休死了? 老婆不在家, 我第二天晚上炒了几个小菜, 喊上同在东莞打工的高中死党陈浩前来喝酒。 陈浩晚上拎了一堆补品过来, 浩子, 来就来吧, 还买这么多东西干啥, 咱俩还用客气吗? 我不满地说道, 陈浩哈哈大笑道, 想啥呢, 这可不是给你买的, 是给嫂子买的, 对了, 茶没茶是男孩还是女孩? 我满脸无奈地回道, 我们还没领证呢, 现在生活条件也不行, 暂时还没有孩子的打算呢。 陈浩满脸质疑地说道, 不对啊, 我今天去医院正好看到嫂子去妇产科, 我心里突然咯噔一下, 李莉不是和老板出差了吗? 再说, 他去妇产科干啥, 难道是看妇科病, 那也应该去妇科和产科没一点关系啊, 于是下意识地问道, 浩子, 你在哪家医院看到的, 确定是你嫂子吗? 陈浩笑嘻嘻地回道, 人民医院啊, 看你说的, 我还能不认识嫂子吗? 当年要不是你下手早, 嫂子现在就应该是你弟妹了。 我没有和陈浩接着闲聊这些没有任何营养的话题, 匆匆吃完后, 立即坐二路公交车, 前往人民医院查个究竟, 到了医院, 我立即马不停蹄地往妇产科跑去。 坐诊的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夫, 我上气不接下气地问道, 阿姨你好, 我是李莉的老公, 请问她得了什么病呢? 老太太不耐烦地说道, 这里每天都有很多患者, 我哪知道哪个是你老婆。 我老婆今天上午九点半左右来的, 身高一米七五, 二十一岁, 偏瘦。 说完, 我立即祈祷老太太说不认识没见过这好人, 可岳省人平均身高太矮了, 李莉网那一站就是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线, 老太太立即说道, 哦, 想起来了, 那个像模特一样的高个大美女, 你是她老公。 我点了点头, 老太太接着满脸愤怒地说道, 不是我说你, 你们年轻人也太不爱惜自己了, 一盒安全套也才二三十而已, 要知道套的作用不仅仅是避孕, 还能预防各种疾病, 你老婆因为流产次数过多, 子宫内膜非常薄, 以后怀孕基本不可能了。 我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 我和李莉虽然在一起好几年了, 但一直采取避孕措施, 压根就没怀过孕, 又哪来的流产之说, 于是怀着最后一丝期待问道, 大夫,你会不会记错人了? 老太太怒视着我说道, 穿省似的嘛, 你不会是想不认账吧? 告诉你, 你要是今后对不起人家姑娘, 没等老太太骂完, 我就夺门而出, 此刻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 偌大的城市, 局目无亲, 车水马龙, 你红闪烁, 我感觉自己就是个多余人, 还他妈的奋斗个锤, 此刻我甚至想买一瓶百草枯, 自我了结, 可转念一想, 我不能轻易放过那对狗男女, 可是我的对手, 就像是一团空气, 就连打拳头该挥向谁, 我都不知道, 更何况, 李莉现在身在何方, 我也不清楚, 四所片刻我拿起电话, 打给省星针队的高中同学陈伟, 陈伟接到电话后, 第一句竟然是, 陈斌, 你小子咋会想起我呢, 告诉你, 咱俩还是半个情敌呢, 别看你现在和李莉在一起了, 只要你俩没结婚, 我就有机会, 哪怕你俩结婚了, 我也等你俩离婚, 我无奈地笑了笑说道, 你现在就可以追他, 不过等我先把话说完, 陈伟沉默片刻叹了口气说道, 哥刚才和你开玩笑的, 别往心里去, 咱俩可是没出五福的兄弟, 我一定会帮你讨回公道, 这样你先打个电话给李莉, 我根据信号追踪下位置, 然后正好明天我要出差去东莞, 本来还想给你俩个惊喜呢, 和陈伟通话后, 我立即拨打李莉的电话, 喂, 老婆你在哪呢, 一定要劳逸结合, 不要太辛苦了, 老公想你了, 李莉像是很难受很压抑一样回道, 啊呀, 老公啊, 你怎么想起打电话给我呢, 啊, 清点, 接着是一段撞击生意, 老公, 不和你聊了, 我正在养生馆做按摩呢, 说完李莉就匆匆挂断, 不大一会功夫, 陈伟就打来电话, 我追踪到信号了, 地址是东莞凯撒大酒店, 不过具体哪个房间我不知道, 你先不要打草惊蛇, 等我过去, 我的身份比较好查, 东莞本地出差需要一个礼拜, 而且还需要住凯撒酒店, 此时我恨不得立即提根棍子, 去酒店抓这对肩夫淫妇, 可正如陈伟所说, 像我这样的小屁民, 估计连门口保安, 纳关都过不去, 那可是五星级大酒店, 焦灼等了一天, 陈伟终于顺着我发的定位找到, 望着拥挤杂乱的小房间, 陈伟皱着眉头说道, 你是来接受劳动改造了, 我们川省现在也有很多外资企业, 待遇比这里不差多少, 真搞不懂你, 我红着脸说道, 这不听别人说这里赚钱多吗, 对了, 你还没吃饭吧, 我请你去楼下川菜店, 咱俩整两口, 陈伟摇了摇头说道, 我刚吃完工作餐, 现在岳省和我们川省联合执法, 想要把东莞黄赌督市场连根拔起, 正好借机顺藤摸瓜, 我想李莉应该和卖银集团有关, 简单聊几句, 陈伟就立即带上我, 一起驾车前往凯撒大酒店, 到了酒店大堂, 一位穿着工作装的美女, 立即露出职业微笑上前问道, 先生您好, 请问两位是住店还是会客, 陈伟掏出证件和李莉的照片说道, 警察办案, 该工作的工作, 装作什么都没看见, 这个人住哪个房间, 服务员吓得面色惨白, 结结巴巴地说道, 在在在, 一百八十八客房, 陈伟白了他一眼说道, 你怕什么, 又不是抓你, 把你们经理叫来, 不要告诉他我是警察, 服务员立即点了点头打电话, 不宜会功夫一个大富翩翩的中年男子, 骂骂咧咧地走来, 谁这么能装逼, 还让老子下来亲自接见, 陈伟七八岁的时候, 父亲就去世了, 最恨别人说老子老子的, 当场就上前抡起巴掌, 往经理脸上扇去, 你他妈的你是谁老子呢? 警察办案, 我怀疑你们酒店里有卖银嫖娼, 聚众赌博, 还有吸毒的, 经理当场蒙圈, 胆战心惊地站起来, 像是喀巴狗一样, 弯着腰从兜里掏出两根滑子, 递给我和陈伟, 陈伟淡淡地说道, 行贿吗? 经理顿时满脑门黑线, 这辈子他可能第一次听说, 请人抽烟算行贿, 低声下气地说道, 两位老板, 哦, 不, 警察叔叔, 我们这里可是正规酒店, 随便查。 陈伟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说道, 把188房间视频打开, 一般五星以及以上级别的酒店, 都会在每个房间隐蔽的地方安装摄像头, 但为了保护客人隐私, 平时是不会开的, 专门留给警察办案专用, 一般人都不知道这个, 经理听了之后, 立即招呼我和陈伟来到拐角处一间上锁的房间, 打开房间后立即打开188房间的视频, 188房间的一切顿时清晰无死角地展现在眼前, 只见李立位着寸缕地跪在床上, 脖子上挂着铁链, 两腿之间插着一个带着电线的电子物件, 不时发出手机震动般的动静, 后面站着一位同样什么也没穿年过花甲的老头, 老头一手牵着铁链, 一手拿着皮鞭, 不时地往李立的屁股上抽去, 每抽一下李立就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 发出一阵痛苦而又兴奋的身影, 主人,使劲抽, 你想怎么样都可以, 望着里面污秽的画面, 我目自欲裂, 恨不得立即上去把他俩活活打死, 陈伟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道, 别冲动, 你现在上去能起到什么作用, 卖淫嫖娼最多拘留15天, 罚款2000, 我顿时冷静下来, 拘留15天, 这样的惩罚确实太轻了, 老头折腾半小时之后, 终于无力地趴在李立的后背上, 接着拿出电话说道, 李总, 这个38号济师表现确实不错, 虽然价格贵了点, 但物有所值, 我有个生意上的伙伴, 过几天过来, 送给他晚几天没问题吧。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哈哈大笑, 刘老板喜欢就好, 不过小丽可是我们洗浴中心的高端技师, 价格你懂的。 我忍不住抱了一句粗口, 妈的, 难怪这个贱货连生育能力都没有了, 竟然伺候这么多老头。 陈伟拍了拍我的肩膀, 拿出路好的优盘说道, 兄弟看开点, 天涯何处无芳草。 这就和癌症一样, 早发现早治疗, 脱久了还不知道给你戴多厚的绿帽子呢。 我满脸无奈地垫了点头, 大道理谁懂, 但这个是瘫到谁头上也无法坦然面对。 离开酒店后, 我和陈伟接着驱车前往李立工作的天外天洗浴中心, 从外表上看, 这是一家正规的足疗洗浴, 我和陈伟两人花了二百块钱洗澡, 洗完之后到二楼大厅休息, 不大一会功夫走过来一位打扮妖娆的女子蹲下来说道, 先生您好, 请问需要按摩吗? 说吧半直起腰, 故意把胸前春光泄露出来, 陈伟随口问道, 都有什么项目, 怎么收费? 女子一听有戏, 立即眉目寒春地说道, 有泰式皇家按摩, 法式贵族按摩, 日式大和福子按摩, 价格从一千到一万都有, 听吧, 陈伟皱着眉头说道, 咋按的? 收费这么贵? 女子笑得花枝乱颤说道, 你想咋按就咋按, 只要付得起钱, 我们这里还有华夏古典皇帝式按摩呢, 一次可以同时品尝欧亚飞三猪加利呢? 陈伟故意露出一副猪歌像流着口水说道, 安全不, 女子左顾右盼, 一会贴在陈伟耳边小声说道, 我们老板每个月都往上面进贡几十万, 执法大队简直就是我们兄弟公司, 你说安全不安全, 陈伟点了点头说道, 那就好, 我也是听朋友介绍过来的, 听说你们这里三十八号计时活挺好, 现在能点他的钟吗? 女子冷哼了一声说道, 不就是靠和老板玩点刺激的节目才出名的吗? 有啥了不起的, 他会的那些我也会, 偷偷关掉执法记录以后, 陈伟没有再和这名女子废话, 拉着我就走了出来, 此时街边夜市人声鼎沸, 正是大排档最火的时候, 两人选了一家大排档, 要了两箱啤酒, 开始边喝边聊, 陈伟咕咚一下, 喝掉一大杯啤酒, 擦了擦嘴说道, 兄弟, 一会找个代价的, 陪你多喝两杯解解愁, 你打算怎么处理? 我知道陈伟在给我时间处理, 要不他现在就可以回去结案, 带人来查封了, 点燃一根香烟, 我深深吸了一口说道, 我想让他身败名裂, 露宿街头, 陈伟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道, 好, 我帮你, 不过只有一个月时间, 因为上头就给我这么多时间来查, 接着小声和我说起了计划, 我思索片刻后, 叹了口气说道, 好吧, 就按你说的来, 接下来几天, 我辞掉了工作, 内心五味杂陈地待在家里等李莉, 一个礼拜后, 李莉提着普拉达小包, 穿着唐纳卡兰时装, 脖子上挂着脖巾项链, 装作风尘仆仆的模样回家, 一进家门就捏着鼻子, 毫不掩饰嫌弃的表情, 望着打扮如贵妇般的李莉, 我洋装笑脸说道, 老婆辛苦了, 我这就放热水给你洗澡, 都说小别胜新婚, 一会我去买点大餐来浪漫一下, 晚上一定好好亲热一番, 李莉一副不耐烦模样说道,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 我有妇科病, 对了, 大白天的你怎么不上班, 难道等着吃软饭呢? 哼, 妇科病, 莫不是性病吧, 在外面千人齐万人睡, 甚至连老头都有, 竟然这么快就看不上我了。 虽然心里万分厌恶, 但我依然装作一副好老公模样说道, 老婆, 我现在不用上班了, 一个朋友给我介绍了个生意, 投资一万三天后, 连本代利还三万, 投资三万到时候是返还七万。 李莉一副不可思议的模样望着我说道, 你不会是遇到传销或者电信诈骗了吧, 哪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又恰巧砸你脑袋上了。 我掏出手机, 打开微信余额说道, 你看, 你出差之前是三万, 现在都变成五万了。 李莉立即睁大眼睛问道, 是什么生意这么赚钱? 我立即按照陈伟交代那样回道, 拿旅游护照去日本买东西, 很多东西都是免税的, 很多有钱人专门雇人去买东西, 然后加点钱回收, 借着卖回国内, 像安耐晒、 滋生堂、 SKLL等名牌化妆品利润空间是相当大的。 我那个朋友一年赚好几千万, 他是看可怜才想帮我一把。 李莉仍然半信半疑说道, 我咋不知道你有这要牛逼的同学呢? 以前和我们一个年纪, 三班的王硕就是老是喜欢打架的那个。 我随口说道, 好像有点印象, 既然有这好事, 那你还不抓紧把这五万全投进去。 我笑嘻嘻地说道, 五万块钱也不是小数目, 我这不寻思等你回家商量吗? 李莉白了我一眼说道, 你知道有钱人和穷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 看我摇了摇头, 李莉接着说道, 是野心。 工厂里那些打螺丝的屌丝, 拿五千块钱一个月就满足了, 而那些富人绝对会想方设法, 让五千变成五万。 我一副恍然大悟模样答道, 老婆说的对, 是我目光短浅, 有小农思想, 这就把五万投进去。 吃惯鲍鱼龙虾, 怎能瞧得上馒头白菜, 从进屋到现在, 李莉对这里所有的一切包括我, 都充满了鄙视, 甚至连做都没做, 就这样两人什么也没说, 过了两分钟后, 李莉突然说道, 陈斌, 我今晚就不住这里了, 晚上还还有一个中层部门领导会议, 然后我要和老板接着出去考察新项目, 估计得个五六天吧, 你照顾自己, 实在不行就回老家吧, 反正你把工作也辞掉了。 毕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了, 他的一身行头也不止五万, 果然如沉违所料, 李莉如今已经瞧不上我手里这点钱了, 又或者他早就想和我分开, 只是还没想好完美的借口, 没等我回复, 李莉就转身离去, 这个地方他是一分钟也不愿意多待了, 顺着窗户, 只见城中村路口停着一辆马沙拉地, 车上走下来, 一位五十多岁的徒顶老头, 老头满脸猥琐地走向李莉, 并伸出右手, 在他浑圆的臀部上掐了一把, 李莉则一副欲去还迎模样浪笑两声钻进车里, 丝毫没有发现我偷偷摸摸放在他包包底下的迷你窃听器。 李莉, 和那个废物说分手了吗? 没呢, 我总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你要是今天娶我, 我现在就过去把他给踹了。 老头甘笑了两声说道, 我倒是想啊, 可身女都大了, 再说我大小也是个名人, 现在离婚影响不好, 这样吧, 我给你租个别墅, 每个月给你五万零花钱。 李莉一阵撒娇接着说道, 才五万啊, 都不够买个包包的。 老头满脸淫荡地说道, 五万不少了, 来, 先帮我去去火, 一会再给你两万。 紧接着, 车里便传出一阵 稀稀锁锁的脱衣服声音, 而车辆也跟着晃来晃去, 妈的, 竟然光天化日之下, 在大街上玩真够浪的。 骂了一句, 我立即打个电话给陈伟, 陈伟很快根据车牌号查到车主, 哈哈大笑道, 李莉还真是我的贵人啊, 这才几天就帮我 钓出这么多大鱼。 说完又感觉不对, 干咳了两声说道, 对不起了兄弟, 我这纯粹是职业病, 没有想接你伤疤的意思。 我满脸无奈地回道, 我对他已经没有任何感情了, 有的只是恨意。 那就好, 我把钱给你转过去了, 戏份一定要做足啊。 就这样, 又过了三天, 我拿起电话打给李莉, 李莉一副不耐烦的模样说道, 又什么事啊? 不是跟你说了在陪老板考察项目吗? 考察床上项目吗? 见货。 我心里忍不住骂了一句, 但依然洋装笑脸说道, 老婆, 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上次投的五万, 返还了九万啊。 说完直接微信截图发给他看, 李莉愣了一下, 过了一会说道, 不错, 加油。 说完就挂掉电话, 胃口真大呀。 九万也瞧不上了, 就这样我不断把本金投入, 隔个三四天就告诉他, 我又赚了多少, 直到我说赚了一百零九万的时候, 他突然说道, 老公, 我想你了, 最近我工作太忙, 我们两口子都很长时间没有那个了, 现在我赚钱也多了, 今晚我们去临江大酒店开个房间浪漫一下, 很长时间没那个了, 估计他天天那个吧。 我装作一副受宠若惊模样回道, 好的老婆, 我这就去开房洗白白。 李莉经过一番精心打扮, 来到酒店房间, 接着迫不及待地脱光所有衣服, 朝我勾勒勾手指说道, 来呀老公, 小别圣新婚哦。 不得不说, 老天是不公平的, 像李莉这样人尽可夫的女人, 却偏偏有着盛世有物身段和美貌, 要是以前, 我一定立即扑上去, 可现在却提不起一丝兴趣, 尤其是望着她屁股上一道道痕迹, 更是充满了鄙视, 你屁股上怎么有那么多血痕, 像是被鞭子抽过一样。 我故意问道, 李莉毫不羞耻地回道, 这是美容院最新保养手法, 就和拔罐一样, 胸前也拔罐了, 这个罐子也太小了, 就和蜡烛低了一样, 美容师够有耐心的啊, 我装作什么不懂的样子。 接着说道, 李莉双腿岔开, 媚眼寒春地说道, 你哪那么多问题, 快来啊, 今晚我们不带小羽衣了, 彻底狂欢一次。 要是有了孩子, 就回去抓紧结婚, 反正我们现在都是百万富翁了。 孩子, 这辈子注定与他无缘了, 哎, 这么好的演技, 当年真应该去考个电影学院的, 我摇了摇头说道, 半小时前我还是百万富翁, 不过现在已经是富翁了, 开放前我还是刷的花呗。 李莉顿时冷着脸坐起来说道, 怎么了? 被骗了, 我早告诉你, 做人要实实在在, 不要老想着一夜暴富。 说完就拿起衣服穿上, 准备离开, 咋地了? 老婆, 我这刚热身完准备战斗呢, 你咋开始穿衣服了呢? 突然没心情了, 李莉不耐烦地答道, 我淡淡地回了一句, 那好, 改日吧, 我朋友说了, 这次投一百零九万, 最多三四天就能赚回三百万。 到时我们找个更豪华的酒店, 开个总统套房。 李莉像是穿具便脸一样, 突然冲锅贴在我的身上笑着说道, 你坏死了, 吓唬人家, 还以为又要和你住城中村呢, 三百万够咱俩回老家买别墅了。 就这样又过了三天, 我再次打电话告诉李莉, 我手里已经有三百万了, 李莉二话不说, 不到半小时就冲到了城中村那个小房间。 接着开始洗菜做饭, 说是要好好犒劳我, 并主动要求要和我不醉不休, 而此时隔壁那两口子又开始哼哼唧唧地进行二人转, 李莉面色驮红地说道, 老公, 咱们也休息吧。 我点了点头说道, 我先去洗个澡。 等我洗完澡出来后, 李莉皱着眉头问道, 钱呢? 你不是说有三百万了吗? 手机余额怎么就五千块钱了? 我漫不经心地答道, 一部分既回老家了, 又借了一部分给同学, 为什么不接着投进去啊? 我叹了口气说道, 日本那边不接受散户投资了, 说公司要转型, 岂不就得一千万? 不过投资多回报也多, 听说投一千万一个月后就能翻倍, 可惜我们完不起。 说完我拿起酒瓶咕咚咕咚喝了几口, 装作喝醉模样, 躺在床上醉熏熏地说道, 三百万除了买房子, 再弄个小作坊, 虽然辛苦点, 但是一辈子衣食无忧, 应该没问题了, 明天咱俩就离开这里, 回老家结婚生娃娶。 说完我就躺在床上开始打呼噜, 李莉一个人桌边坐了半小时, 看到我是真的睡着了, 捏手捏脚走到那个只能站一个人的简易洗澡间, 开始打电话, 干爹能借给我一百万部, 我陪你两年可以不? 新花样? 可以啊, 你想咋玩就咋玩。 刘总, 我这边有点急事。 我妈住院了, 能不能借给我一百万, 我一个月后还你, 什么, 陪黄总玩一个月, 那个家伙有点变态啊, 上次我差点被他玩死了, 好吧, 我答应你。 乔老板, 我怀了你的孩子了, 我就要一百万, 你要是不答应的话, 我就去你单位揭发你。 任总, 我看上了一套房子, 还差一百万, 能不能借我一个月。 嗯, 以后我们就不用去酒店了, 也不怕被别人看见, 放心好了, 我永远都是你一个人的小母狗。 这段时间以来, 我第一次睡得这么香。 早上起来, 看到餐桌上已经做好早餐, 喝包蛋, 尖角, 牛奶, 李莉系着围裙, 笑嘻嘻地说道, 老公起来了, 抓紧洗脸刷牙吃饭, 刹那间, 我甚至有点小感动, 可以想起李莉和别人鬼混的那些不堪入目的画面, 那一丝丝的感动瞬间荡然无存, 老婆辛苦了。 我违心地说了一句, 对了, 老公, 我和你商量一件大事, 我考虑一夜认为, 我们应该抓住机会投资, 只要投一次, 我们这辈子都不用再辛苦了。 一边吃着尖角, 一边模糊不清地说道, 我也想啊, 可我没那么多本钱。 李莉立即拿出手机说, 你看, 我温朋友借了一点, 加上这段时间工资, 还有花贝借贝, 一共凑了920万, 剩下80万你不能问家里要回来。 我忍住恶心亲了李莉一口, 说道, 老婆你太厉害了, 放心好了, 一个月之后就是2000万了, 存在银行里光是利息也够我们花的了。 接着我洋装往家里打个电话, 实则是打给陈伟, 两分钟后80万到账, 李莉则毫不犹豫地给我转了920万, 吃完早饭, 我借口出去买菜, 就快速离开, 到外面打电话给陈伟。 一小时后, 城中村门口停满十几辆豪车, 每辆车上都走下一位穿金带银的胖娘们, 麻蛋, 乔志远也太没品位了, 竟然连这种地方的女人也搞。 咦, 那不是刘夫人吗? 你也是来抓狐狸的吗? 高太太也在, 真是太巧了, 这次我们一定把这个浪蹄子给揍死, 很快十几位胖娘们就拖着李莉走了下来, 边走边骂边打, 你个小骚货真够贱的, 竟然勾引这么多男人, 胸前这两坨肥肉真够大的, 不会是假的吧, 使劲打, 看看不能不打爆了。 你个骚货狐狸, 我老公昨晚给你转的一百万呢, 抓紧给我吐出来, 不然弄死你。 对, 弄死他, 大不了我们每人赔几十万。 什么大不了的事? 弄死他我们还得坐牢, 犯不着, 这样吧, 把他衣服脱光, 绑在电线杆上, 拿把小刀在他脸上刻上当副, 一帮胖娘们哪个不是身家几千万, 根本不怕惹事, 说干就干, 李莉歇斯底里的哭喊, 你们不能这样, 是你们老公先勾引我的。 几个胖娘们才不听他解释呢, 很快就撕烂李莉的衣服, 把他绑在电线杆上, 看到周围停的车辆, 没有一辆是低于一百万的, 围观人群没有一个赶上来劝架的, 全当豪门恩怨。 免费看个热闹, 不过他们也没闲着, 纷纷拿出手机拍摄, 上传到快手抖音等短视频平台, 老铁们速来围观特大新闻, 有限制级画面啊。 家人们, 我现在在皇后大街, 为大家直播爆炸性事件, 身后这位被我在稍而不移部位 打上马赛克的女子, 同时勾引这十几位阿姨的老公, 很快一阵警笛声传来, 众人这才一哄而散, 警察拿出一件长大衣, 丢给气不成声的李莉, 李莉边哭边倒, 警察同志快抓住他们啊, 别让他们跑了。 一名女警拿出手铐冷冷地说道, 李莉吧, 你涉嫌多次拒重卖饮, 吸毒, 赌博, 现在拘留你, 有什么话去和法官说吧。 李莉最终被判处半年劳改, 不过在劳里, 她并不孤单寂寞, 因为当天晚上, 东莞就举行了大规模扫黄打黑, 她那些小姐妹很快一个一个全都去陪她了, 不过他们罪名不严重, 分别判处三个月到半年不等, 从事皮肉生意这么久, 他们早就赚得盆满钵满, 出来后回老家找个老实人嫁了, 立即开始新的人生, 不过能不能生孩子就未知了。 半年后, 李莉走出监狱后, 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我, 老公, 我是被冤枉的, 你一定要相信我, 对了, 那两千万你都存好了吧, 我们这就回老家结婚生子, 从今往后会再也不来这个鬼地方了。 我淡淡地回道, 李莉, 我们结束了, 那个公司是个诈骗公司, 别说两千万了, 两毛钱都没退回来。 说完, 我就把手机加密相册里存的那些不堪入目的视频发给他, 接着把手机扔在护城河里, 永别了东莞, 这辈子, 我应该不会再回到这里了。 第二天, 我刚回到家里, 打开电视新闻频道, 发现主播正在播放一条关于东莞的消息, 一名女子刚出监狱, 就被人打断四肢, 据说是因为欠下巨额欠款无力偿还, 现在正送往医院急救, 身份证信息是川省A市, 黄泥蛙村十一组的。 名字叫李莉, 希望家人看到后抓紧钱来。 网络的力量是强大的, 虽然李莉被脱光暴打的视频很快在网上被删除, 但是依然传得沸沸扬扬, 尤其是李莉的村里更是近人皆知, 半年来, 李莉的亲人能不出门就不出门, 实在有事出门, 也是走小路, 尽量避开熟人, 此时让他们前去东莞, 那还不如杀了他们呢。